好,下面我们再看两个关键字 这两个关键字也可以称之为数据类型的一个限制标志 那么它们是 unsingle和single的 那么把它起名字我们称之为一个叫无符号数 一个称之为有符号数 那么这两个关键字在我们平时定义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经常去书写 那比如说你看我们一般写的就是什么int a 什么char a,对吧,这样来写 那么这种写法我们说实际上是我们程序员的一个偷懒的行为 系统编辑器实际上在我们真正写int展开成一个它的解释代码之前 它实际上是帮我们解释成这样的single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显示的声明 一般情况下我们定义的int,char,long和short 我们都把它定义成有符号数 有符号数 而如果是无符号数那么必须在前面显示的定义成onsingle的 好,这是它的一个简单语法使用 那么这两个关键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先说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呢 它的最大区别其实就是这段内存的最高字节 我们究竟把它当成符号位还是当成数据位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内存空间内存空间的高字节或者是最高字节 当然这个最高呢我们是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就是最高字节 最高字节是什么呢?是符号位 还是什么?还是普通的数据 还是数据 还是数据 就是内存的最高字节究竟是符号位呢?还是普通数据 那么这一点区别也就关系到我们什么时候把内存定义成无符号数 还是定义成有符号数 那么在我们平时有符号数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利用在一种数字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它作为加减乘除使用的 这样一个标识或这样一个物理意义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不加思索的把这样的空间当成有符号的数字来使用 而无符号呢更多的时候是指的是数据 什么是数据呢?就比如说我们摄像头采集的 或者是显卡产生的数据 那这样的数据我们都成为无符号数 那么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在我们在实际工程开发的过程中呢 有些同学呢可能会进行一个不加思 没有进行区别直接什么都可以用 好像代码也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一旦我们出现了像我们嵌入式中经常会用到的未运算 也就是后面我们会讲的未运算中 如果涉及到的是一个右翼操作 那么大家知道右翼操作呢就涉及到的是一个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用chir来举例子 chirA 如果chirA我们说让它等于一个负1 负1 那么这个负1呢大家都知道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什么FF 就是因为我们是8个比特相当于8个1 8个1就是我们代表我们数据的代表我们在实际之中的负1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我A我不断地进行右翼1 一位一位的右翼 那如果说我是有符号数的话 那么我们来问思考一下 这个A最终会不会移成空 就移成0 如果说我们定义成unsingle的呢 unsingle的chirA 那么还是让它等于负1 当然这个负1有一同学说能负吗 那么很显然我们说这两个因为类型不一样 但是我们姑且认为我们就把FF这样一个内存空间 用这个A去描述 和用这个假如我们这边写成B B这个变量去描述的话 那么我们B不断地左翼1 那么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存 我们不断地右翼 不断地右翼一位一位的右翼 那么很显然有符号数能不能移成0呢 是移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最高位是符号位 它永远永远都是什么 都在那占位 而有符号数呢 而无符号数 那么它右翼的过程中 因为最高位是当数据使用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并不会考虑相应的数学表达意义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移动8次过后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内存空间就变为0了 那具体这段代码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思考一下 看看如何去描述和实现它 那么这个在我们以后的课堂资源代码中 那么可以给大家公布答案 现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所以说在我们的切入式开发中 我们无符号的利用 更多的时候是面向于数据的采集 或数据的申请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晰 也说如果我们定义的这段内存空间 它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用 onSingle去定义 而不是偷懒直接写成英特A 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 我们后期大型程序维护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因为这样也不是见名之意 也不是很好 因为别人一看的onSingle 立刻想到原来是你代表的是数据的意义 而如果只是定义一个普通的英特A 那么我们就认为你是一种 带有数学意义的一个数字 或有加正负号的数字的概念 好 这就是我们有符号和无符号数的一个具体区别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这个flut和double flut和double是我们在C语言中提供的两组 辅点运算 所谓的辅点运算 我们认为它其实就是小数 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关键字 其实都代表是整数 都代表是整数 那么什么是伏点数什么是整数呢 那好了 那我们来说一个问题 主要为什么叫伏点数 为什么叫整数 那么重点在于我们的内存表达形式不一样 那你看 比如说我们说整数 0x10 那么我们都知道 它在内存中表示的一定是0001 然后0000 如果说你这个在我们实进制来说 是不是刚好是16 对不对 那自然而然在二进制中你可以去算一下 它是不是也代表实进制的16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看到的内容 和我们在内存中所表达的内容实际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逐位每一个位 确确实在我们的二进制表示方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段内存 有个数字我们说是叫1.0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内存中描述成是这样呢 就00001 然后0000呢 好 我们说如果说是这样描述的话 那么这个岂不是就是16吗 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1.0 1.0这个伏点数 要想在内存中描述 我们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简单的 进行一个什么小数点的左和右之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替换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只需要记住 浮点数在内存中的表现形式跟我们整形是完全不一致的 完全不一致的 那么要想把一段内存当成浮点数来使用 那么我们必须按照特殊的flot或double的形式 让我们编辑器或让我们的CPU进行这样内存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1.0在我们内存中怎么表示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要求大家去记忆或者是了解 因为不同的计算机组成的原理中 它对于浮点数的一个具体表示方法是有不一致的 但是呢我们在后面学了指针过后 我们可以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浮点数到底在内存中是什么样的形式 现在我们这儿呢就是指示大家需要明确 在浮点数中啊我们的 我们的内存表形式是跟普通的inter类型是完全不一致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同样我们在浮点操作中呢 也是提供大小这个概念的 flot我们把它记住 flot代表的是四个字节 四个大臂 然后我们的double 我们的double 那么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八个 也就是那个十 我们的浮点数double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八个大臂 所以说相对而言呢 double是我们那个描述空间最大的一个空间 最大的空间 然后接着我们还要再说一个 就是这只是我们flot和double变量的一个限制幅 那么有没有浮点整形呢 之前我们说有个整形长量 那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个叫什么浮点形长量 浮点形长量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长量之间呢 应该说跟我们之前所说的整形长量一样 它也是在我们的内存中用一个数字去描述的 比如说我们这写一个1.0 或者是什么1.1 这样一个写法 那实际它占的内存空间多少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占用的实际上是我们的 double类型 也就是说这个长量空间占我们内存中是八个字节的 所以说浮点数是非常耗什么耗内存空间的 所以说在某些场合下 如果我们能不用小数呢 就尽量不要用小数 那么当然用了小数过后 它有些的算法可能会更加精确 然后那有没有说 那我们直接改成那个flot呢 就是我觉得double已经太大了 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精度这么深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1.0后面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小f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告诉我们编辑器 你这1.0不再使用八个字节了 而只用什么 而只用一个flot flot就是四个字节就够了 好 关于浮点数呢 那么我们不要求大家能够掌握的多么深 因为它其实就是只是它一种比较一些算法中 可能会用到浮点数 那么在我们实际开发中呢 可能前面几种个关键字 利用的那个形式或者是场合会更多 浮点数重点就关于它的一个长量的表示大小 好 最后一个数据类型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VOID VOID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它不能称之为圈地的 或者是称之为把我们限制内存大小的一个关键字 也就是说我们写成VOIDA 那么这个A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这个A并没有告诉你 它所管辖的空间的大小范围 所以这个这种写法呢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站位标志 站位标志 它更多的意义是在于 它告诉我们申请一种变量名 那具体这个变量是什么 到时候由VOID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等等操作 那么VOID呢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声明标志 而不是使用标志 所以我们不能用VOID进行使用 使用这个A 也就是说后面你说A++ 那这样是写法是错误的 这样写法是错误的 VOID更多的是一种语义符 比如说我们说在函数返回的时候 用VOID告诉你函数怎么的 不返回 对吧 不返回 那么它只是一种语义 语义意义的 好 这个是我们关于VOID 那么总的来说数据类型 这一类的关键字 其实就是把我们C源编辑器 给我们提供了一套 内存限制的一种符号 那么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 我们自己在C源的内存中进行圈 所谓的这么大一块地而已 那么比如Cher Int 那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重点应该掌握它的一个什么 大小范围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